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次习近平赴美国出席APIC峰会的消息 美国方面早就宣布了 可是北京方面却扭扭捏捏的一直不愿意确认 习近平准备赴美国去出席APIC峰会 北京经过一段时间的扭扭捏捏不情愿 今天北京外交部终于宣布 习近平将赴美国出席APIC峰会 昨天晚间北京新华社发表一条短消息说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1月10日宣布 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4日至17日 赴美国旧金山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同时应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北京的这个说法其实就是证实这次习近平是无条件去访问美国 在此之前北京扭扭捏捏捏不肯确认习近平访问美国 就是为了要跟美国讲条件 但是美国并没有答应习近平的条件 最后习近平只好自己让步 灰头土脸的无条件访问美国 这就像新娘子准备上花教的 彩礼钱还没有谈好 最后新娘子一咬牙也不要面子了 不给彩礼钱也上花教 在不久前的十月底 北京外交部长王毅专程访问美国 就是要给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来讲条件 来铺路 要求美国向北京释放一定的善意 让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要有面子 北京所谓的释放善意 就是要求美国多说一些对北京友好的话 做出一些向北京示好的举动 至少口头上做一些表态 就是表示美国尊重北京 尊重习近平 可是美国偏偏不给习近平这个面子 让王毅这次访问美国失败了 王毅当然是老大的不高兴 反过来威胁美国说 中美双方都同意朝着实现旧金山元首会晤 共同奴隶 但通往旧金山之路不能靠自动驾驶 王毅这句话的言外之意 就是说如果美国什么都不做 不释放善意的话 靠自动驾驶迎来习近平去访问旧金山 那是不可能的 其实也就是王毅想用这样的话来威胁美国 就是说美国如果不释放善意的话 达不到北京的要求的话 习近平将不会访问美国了 但是呢 美国其实已经摸透了习近平这种外强中干的脾气 别看习近平不停的放狠话 只要美国坚持强硬 到时候习近平会自己软下的 于是美国就坚持强硬 没有向北京释放善意 北京看美国不肯释放善意也有点急了 11月8号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继续威胁美国说 中美双方都同意朝着实现旧金山元首会晤 共同奴隶 同时通往旧金山不会是一马平川 不能靠自动驾驶 双方要切实重回巴厘岛 把两国元首的共识真正落到实处 排除干扰 克服障碍 增进共识 积累成果 北京再次说 习近平访问美国不能靠自动驾驶 也就是说 这一次美国想要习近平去访问的话 那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说是不行的 必须要向北京释放善意 才能迎来习近平去访问美国 这等于说 就在新娘子在商话之前就要放狠话 说是不给彩礼钱 我就不上教了 那么北京想要美国释放的 这个善意的最低限 它是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天11月9号 北京环球时报发表社评 具体回答了这个问题 环球时报社评文章的题目是 通往旧金山的路上 华盛顿要拿出更大诚意 北京就进一步威胁美国说 华盛顿必须要拿出更大的诚意 否则通往旧金山的路就不通了 也就是习近平将不去 美国旧金山去见拜登了 这里就摘入几段 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 看看北京它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环球时报的文章说 亚太金河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将在旧金山拉开序幕 中美元首是否将在会议期间 举行双边会谈成为最受瞩目的话题 外界对此的关注度甚至远远盖过了 APIC会议本身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11月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表示 中美双方都同意朝着实现旧金山元首会晤共同努力 通往旧金山不会是一马平川 不能靠自动驾驶 不会是一马平川 这意味着中方对通往旧金山之路 可能面临的障碍有清醒的认识 不能靠自动驾驶 这是中方对美方的一种敦促 点出旧金山元首会晤 仍存在不确定性 实现它需要美方拿出更大的诚意 和更多与华相向而行的实际行动 环球时报把不能靠自动下驶的意思就挑明了 这是北京对美国的一种敦促 就是说要实现旧金山中美元首会晤 现在还是有不确定性的 习近平还不一定要去美国的 北京要求美国拿出更大的诚意 要拿出更多的实际行动 那美国的更大诚意是什么呢 环球时报的文章就继续说 该做什么呢 中方其实也讲了 就是双方要切实重回巴厘岛 把两国元首的共识真正落到实处 排除干扰克服障碍增进共识 激烈成果 显然在这些方面 中方对美方的表现是不满意的 美方没有扭转言行不义的形象 说来说去还是那个老问题 即美方没有落实好中美元首共识 没有兑现拜登总统数次重申的 四步一无意或五步四无意 甚至在行动上是反着来的 美方必须拿出更大的诚意 对没有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 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并对中方一再强调的核心利益问题 表明态度 为两国元首将来可能的会晤 创造更好的氛围和条件 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就是挑明的说 北京对美国的表现是不满意的 也就是美国没有落实好去年 习近平和拜登在印度巴厘岛达成的 所谓中美元首共识 当时拜登对习近平表态 所谓四不一无意 美国是没有做到的 这次北京再次敦促美国要求拜登总统 要再次重申所谓的四不一无意 这是北京的最低线的要求 如果美国达不到这个最低线的要求 习近平将不去美国了 那个最低线的要求四不一无意是什么呢 四不一无意就是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达能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 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独 也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 四不一无意 首次提出是在2022年3月18号 是习近平和拜登举行视频会晤的时候 当时北京咬定拜登做了一个四不一无意的表态 但美国方面发表的英文稿并没有这样的表态 不过美国方面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这个四不一无意 但不管怎么说呢 这个四不一无意的语言表达都是属于负面的表达 也就是说美国就是说我们不做什么 他没有说我们要做什么 美国并没有承诺采取什么积极行动来改善中美关系 他只是承诺我们不做什么事情 避免中美关系进一步的恶化 所以从这个四不一无意的语言表达来看 美国根本就没有想要改善中美关系 只是想要维持现状 不要让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四不一无意都是出现在北京新华社写的这个报道上 美国白宫的新闻稿从来没有提过这个四不一无意的说法 在2022年11月习近平在巴黎岛和拜登首次面对面会谈的时候 习近平就想要引出拜登要承认这个四不一无意 习近平当时就说我非常赞成总统先生的这个四不一无意 但是拜登讲话时候呢他却说了另外的话 拜登说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美国无意跟中国脱钩 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 无意围堵中国 也就是拜登没有上习近平的当 他还是没有说出所谓的四不一无意 这就让北京非常不满意了 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 北京对美国提出的最低限的要求 就是要求美国政府要正式的承诺四不一无意 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美国的诚意 也就是说北京希望在宣布习近平访问美国之前呢 美国白宫发言人要公开做一个美国政府承诺四不一无意的表态 在美国白宫公开做出这个四不一无意的表态之后 北京再宣布习近平访问美国 这样习近平就会觉得很有面子 就表示他对美国的态度还是很强硬的 他是在美国做出了让步之后 宣布了四不一无意之后才决定访问美国的 但是美国就是不肯松口 白宫就是不肯做出这个四不一无意的表态 到了最后习近平自己转了 美国不答应承诺四不一无意 习近平还是宣布要去美国了 这就像当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前 北京叫嚣如果佩洛西的飞机赶在台湾降落 就要把佩洛西的飞机打下来 结果佩洛西的专机真的在台湾降落之后 北京顿时不吭声了 只是往台湾附近发射几个导弹出气 所以这一次呢 美国已经读懂习近平了 美国知道只要美国坚持强硬 习近平会自己转下来 果然呢 美国不答应承诺四不一无意 习近平还是转下来 照样是去美国了 可以说这次习近平是自己又出了一个昏招 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自己搞了一个让自己丢脸的事情 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如果是习近平大大方方答应去访问美国 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不要提什么先决条件 不要提出什么四不一无意 什么事也没有 习近平其实没什么可丢脸 可是习近平访问美国之前又是昏招 又要给美国提先决条件 还是放狠话说 如果美国不答应条件 他就不去 结果到了最后呢 美国就是不答应习近平的条件 习近平只好是自己自我打脸了 自己否定自己 什么条件他也不要了 无条件的去访问美国了 所以这就像一个新娘子在上花教之前不停的提条件 提着不给彩礼钱我就不上花教 最后对方就是不给彩礼钱 新娘子自己还是灰头土脸自己打脸上花教了 特别是这一次习近平这个无条件的防伪 不仅还是打碎了他自己的面子 也是打碎了毛泽东以来 中共积累的所有的面子 因为过去毛泽东 中共对美国强硬就是他们的面子 这次习近平把这个对美国强硬的面子 是打得精光 所以说啊 这样一来呢 中共以后在美国面前还真就抬不起头来的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